你当了女神苏小暖六年舔狗 舔到极致 初中时 每天为她准备早饭 可她却转手为个小区里的流浪狗 高中时 你大冬天熬夜给她支围巾 这亲手编织的礼物 转头就成了流浪猫的垫子 六年来 你给她告白六次 可每一次 她都说不想恋爱 肖凡 你的热情 你的讨好 还有你这个人 我都不喜欢 所以 心里我原点 高三最后一次告白时 这些话 摧毁了你当时最后的心理防线 原来所谓的不谈恋爱 不是她不想 而是不想和你罢了 而今天 就是你第六次告白 被拒绝的第二天 苏小暖的闺蜜叫着你 肖凡 我想喝奶茶 要冰的 你记得一会儿买 但这时 你已经不是你了 当初 你被苏小暖拒绝后 奋发土枪 迎来了灿烂人生 成为青年企业家 可一场意外 让你穿越回了高三 也就是现在 重来一世 心态完全不同 你笑了 四肢健全 那谁教你有手有脚 还出来乞讨呢 是有礼貌的男生吗 哦 关你屁事 转身离去 苏小暖太大口气 她以为你是告白被拒 脑袖成怒 肖凡 以后别再这么幼稚了 很快 齐克开始 隔壁班的妹子 递过来一封信 肖凡学长 请和我交往吧 一时间人去骚乱 其实你说的告白 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毕竟也是笑草级别 暗恋的女生一直不少 可你眼中 却只有那个女神 苏小暖只是在那看着 她知道 你对她有多喜欢 告白是那种伤人的话 她也不是第一次说了 可就跟闺蜜说的那样 只要她走慢些 你就跟她小狗一样 再次露出傻笑 回到她身边 我不要她 她又怎么可能 接受其他女生呢 果然正如她们所料 学妹哭着跑开了 同学们急扎扎的讨论 看吧 她 小凡 又为苏小暖拒绝了一个 与此同时 大家看到你像苏小暖走过去 哎 这又是解释去了 好羡慕小暖啊 苏小暖 我为了下巴 她享受这种 被他人羡慕的感觉 可并不喜欢你幼稚的举动 而下一幕 出无所有人意料 你居然直接从她身边经过 走到一个最不起眼的女生面前 偷出糖果 拿着 大家都认出来了 这个少女 不就是学霸范亚柔吗 那个家境极差 只能靠讲解军读书 在班上超不起眼的小透明 小凡找她干嘛 少女拒绝 我 我不要 你笑了 一下子进她手里 班长 你也不想等一下 在这么多人面前 因为滴血糖而晕倒吧 然后我转身离去 这一下全般哗然 萧凡竟然没有把糖给苏小男 而是给了范亚柔 闺蜜看到她这一幕 笑得超大声 嘎嘎嘎 小男你看啊 这个讨厌的家伙 终于不缠着你了 可她愣住了 用苏小男的脸色变了 紧紧盯着范亚柔手上的糖 这情绪很复杂 惊讶 又或者说是夹杂着 疑惑不解的气氛 闺蜜说 她走得正好 你也不用被烦了 这萧凡见个小气鬼 一杯奶茶都不得买 这种男生真假偷 等放了学 同学们都走光了 范亚柔掏出一份笔记本 谢谢你的糖 早上的课看你的发呆 这笔记借你回去看 哎 几个糖有什么好谢的 说完要走 可范亚柔却埋着头拦在面前 这是要谢谢你的 你笑了 真要谢啊 那不如做我女朋友 少女如造雷迹 你说什么 我说班长 你当我女朋友吧 你你你 范亚柔支支吾半天 恰好晚霞 通过窗户洒进来 把娇小的少女 映成了一幅画 你你你 流氓 头也不会跑了 看着少女窗户的背影 你笑了 这才是老子该有的青春啊 放学后出校门 一抬头看到攻击战牌 发现走凡了 转身回去 可这时候有人喊住了你 小凡 车马上来了 你要去哪 是苏小暖 他有点生气 从初一到高三 两人一起坐过车回家 已经六年了 可现在 虽然只是看见他 就转道就走 这奇怪了 因为也太幼稚了 少女 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拒绝了你 难道就不能当 普通朋友吗 可只要你自己知道 你从初中开始 就假装和他同路 等苏小暖到战后 你再下车远路返回 一来一去 天黑的才到家 而这 也只是为了 离他静点而已 你笑了 丢下又一去 你车来了 头也不会转身离去 苏小暖皱背 真幼稚 不当朋友也没关系 可等公交发动后 他从窗户中 看到你逐渐远去的背影 忽然一股烦躁涌上心头 好像 有什么对他在说 极为珍贵的东西 随着这两个公交 与他再无交际了 等你到家后 收到一条消息 是来自特别关心的人 苏小暖 小凡 你为什么骗我 你翻了下聊天记录 都是你的虚幻温暖 而对我刚回复 永远都是 嗯 好 谢谢 你笑了 撤舔狗 不当也罢 按下按钮 删除好友 关机睡觉 另一遍 久久等着 你回复下去的苏小暖 还在晃身 今天的小凡和以前不一样了 再也不会小心翼翼地打量自己 而且 居然六年以来 都在落入住公交 只是为了陪自己而已 自己 好像从来都没了解过他 他无法理解 难道 就因为喜欢吗 就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吗 一直等了两个半小时 以前总是描绘消息了你 就算没回信 他再也忍不住了 发过去一句 小凡 在 可只有一个红色感的号 该联系人 已经不是你的好友 苏小暖僵住了 以前 他厌烦你的早安晚安 你那些无休止的分享欲 只是他的负担 可现在 他突然好难过 我明明 都这样给他一个台阶了 那有机会可以解释 可为什么 就是不接受呢 一直骄傲的苏小暖 慌了 第二天 你在图书馆学习 苏小暖走过来 小凡 不回消息随便删人好友 这样真的很不礼貌 你心中暗笑 拒绝我的人是你 我转身 你又急什么 其实苏小暖自己也搞不清楚 内心真正的想法 说道 我不就是和以前一样 拒绝了你的告白吗 小凡 你知道我很反感 什么欲擒故纵 这样真的很幼稚 你丢失一个 哦 转身就走 可一脚被拉住了 回头看到了苏小暖的眼睛 你不会我消息随我好友 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 旁边的同学们都惊怠了 这还是印象中 那个骄傲的苏小暖吗 怎么看得这么卑微 你呵呵的一笑 是故意不小心的 转身就走 少女的骄傲碎了一地 痛 太痛了 另一边 在教室里 范芽柔的闺蜜张庆瑶问她 喂喂 你有没有感觉 肖凡最近变帅了呀 雅柔脸红心跳 啊 我 我不知道的 可脑海里 偏偏还回忆起 少年带着脾气的坏笑 瑶瑶笑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以前别的男生欺负肖肖凡 是你出了头 他作为交不起 你还会等他喜欢再说 范雅柔慌了 我 我是班长呀 这是我该做的 再说回你这边 你跟草松里栽了两栋小白花 机油打去道 该不会又是要送给小暖的吧 滚言点 这是哥要送给心上人的 你们聊天的时候 苏小暖正好迎面走来 这句话听得是清清楚楚啊 他感觉心里好难受 你小凡 怎么可以说要送花给别人呢 你凭什么送花给别的女生 痛 太痛了 小凡 你这花是送给我的对吧 因为六年以来 你送了很多次花给他 即便他一次都没接受 你却依然热自不比 就像一个虫小子 每天都捧着鲜花 想住在城堡中的公主告白 他却只觉得 幼稚和可笑 可现在的虫小子 转头又摘花送给别的女人 这位公主开始嫉妒了 我是拒绝了你 可你不能转头 送花给别的女生吧 他现在是多想接过这朵花 小凡 这朵花是给我的对吧 你头疼了 递过去其中一朵 苏小暖松了口气 小凡 果然还是舍不得他生气的 可少女看了你手上另一朵白花 娇称道 我都说要了 你为什么把两朵都给我 这就轮到你傻眼了 喂 苏小暖 想了好久才说 以前你不是会说 一直喜欢我 一直对我好吗 哦 所以呢 所以 你就应该一直这样做才对啊 你都气笑了 你不会觉得 我对你的好是理所当然的吧 苏小暖鼻子发酸 可 可你不是说过 我是你最珍贵的玫瑰吗 你也心情复杂 两世为人 加起来 喜欢了苏小暖 这等十多年 可哪有傻子 会不求回报 无条件对一个人好的 但偏偏 你就是那个傻子 你知道 玫瑰为什么珍贵吗 玫瑰 虽然生的好看 但你要清楚一点 之所以珍贵 是因为花匠 在玫瑰身上 耗费了大量时间 浇水 施肥 修剪 但是玫瑰 一而再再而三 刺伤花匠 最后 即便再坚强了花匠 也会放弃这朵玫瑰 没了花匠 她什么都不是 少女这样会想说什么 却半句说不出 你摸了摸她的脑袋 所以别再胡闹了好吧 转头就走 苏小暖感觉浑身的力气 都要被抽干了 怎么会这样 不就是拒绝了她的告白 怎么可以说不喜欢 就不喜欢了呢 而自己 怎么会因为消烦 说不喜欢 就难过呢 少女 感觉一点冷 好像是下雨了 不然雨水 怎么会露到自己脸上 半嗓才反应过来 原来 不是下雨 是自己哭了呀 另一边 你回了教室 把一个草莓面包 和一堆小白花 放在范亚柔桌上 拿去吃 明早 别让我看到这在我抽屉里 然后离开教室 范亚柔害羞了 她 她这是干嘛呀 她从来没收到过花 以前看苏小暖 这种女神收的花 也会羡慕 但她一个从乡下来的 又穷又土又丑的笨丫头 不被人欺负就很好了 哪有资格想这些 可现在 真的收的花了耶 她知道 你身上有一种 别人没有的贴心温柔 一体之日的时候 你会不动声色 调两桶水 一桶你自己拖地 一桶让她在黑板用 一起搬教材的时候 你会主动接过大部分 哪怕其他同学起动 也不起不脑 上次主动借你笔记 已经是用了她所有勇气 闺蜜张情瑶笑道 亚柔啊 这花该不会是 肖凡送你的吧 亚柔脸红 菜 才不是呢 那你送我好了 亚柔联盟把花钻紧了 这 这是我在超常捡的 你 你要是想要 我明天也给你摘